大家好,我是青青,欢迎收看菜鸟青青的阵容推荐 最近很多朋友说现在的游戏环境很差 总是被战力碾压,总是被虐 不花钱根本玩不下去 其实如果想花钱的话可以买买月卡 其实也无伤大雅 但是呢,你在你输比赛的时候要总结经验 就是说想想自己为什么输 自己还有没有提高的这个空间 要从自己这方面找问题 然后慢慢提高自己的记忆 这样你玩这个游戏才会体会到真正的乐趣 好,我现在推荐一个这个平民阵容 我们到这个竞技场里测试一下 先看一下对手的情况 对手是一个橱田,这个惠陀二代,师仓,雷主的这个组 雷主和惠陀二代是有根性的 但是为什么不把有根性的放一号位啊 这样除电被控了一号位就没有了呀 然后又进反了一个风学 但是好像不受影响 可能是进反到雷主或者惠陀二代了 我们开个结界 呵呵,他要风雷斩被我给打断了 其实给他斩过来也无所谓了 因为这一下我这个火主也用了奥义了 斩,斩名人倒是可以 他打向了这个人间倒,人间倒免疫 然后这个名人奥义他的食汤 其实这个打断的问题就是凭借经验 然后如果你的硬积反应很快的话 打断他两次,他自然就知道你厉害 自然就退了 好,对方是个土主 我却用了一套火主或者雷主的阵容 如果他这是一个雷主的根性队 我可能就够呛了 他怎么这样卡的 这个通常的话 怕他普攻你顶不住的话 就一定要定身他的这个安不佑 你不定的话 他这个四次普攻抽过来 真的是非常的重 趁机会我们开一下这个结解 我以为卡这么久 估计是他卡 他完全看不到我开OE的 不然的话举这么久 他一路卡都那飞镖都没打过来 他就是反应的就是太慢了 这个火主版本的这个止水平民队不强 因为他既没有进反 然后又没有免疫 那没有免疫的话 这个确实非常难打啊 虽然你一号位的止水 你止水就照过来一个 一个OE 那我们这边有可能就进反到你了 进反到你 万一进反到你关键人物 你一下就输了 他是进反到自己 既然进反到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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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猜他是应该是OE的人间脑 然后我名人起手一个OE 然后我名人起手一个OE 封盾螺旋手里剑 定身一下他右 省得他解状态 然后后手空下土鲁 下个回合可以先手控他的右 他的右OE 打断他应该比赛就结束了 我猜他要退了 已经退了 看一下对手的阵容 是个水主 这个是一个水豹队 他还比较 玩的还是 不是很极端 没有带三个奶 带一个鲨鱼应该配双奶 只是配了静反 他为什么不开结界呢 这个让我很是诧异 不开结界的意思是 怎么现在就 就用鲨鱼出来了 这个不好吧 要把 người特别男人扶áfic 凝对 连人曹娱 我的手反应慢了 既然这么再来想 對方又混亂了 來靈靈來個敲眼 這樣後手控住他的水準 然後後手控一下他的紅 對方退了 對手這個隊伍應該是根性隊 根性加人間免疫 不知道是不是免疫的人間道 如果是免疫的人間道 那就是剛才這個水豹隊的克星 至少是在這個競技場裡 人間道不是沒有選擇全免疫 而是選擇的競反 既然這樣的話 如果是如果是有條件的話 根性隊三代刀的話 還是還是用全免疫比較好啊 是不是 四個都免疫 那打起來那感覺就非常的舒適 是不是 因為我的先攻比較快 所以一號衛刀我就沒有放 這樣第二回合一開始就可以打斷他了 他吸了我的藍 我可以吸回來了 對方也退了 又是一個土主 這個站位看一下是什麼情況 啊 是個會賭三代的隊伍 會賭三代噴沒有定 我們趕快頂結界 這一下頂了結界 他就沒有什麼細唱了 第一回合也沒噴出來 然後 敬反阿司馬也混亂了 然後三代老爺爺又被後手控 還要打的話 那就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還要打 好吧 你要你不退 我是肯定不會退的 我的這個陣容裡頭 一個點鍵忍者都沒有啊 你有一個點鍵忍者 就比我強啊 就是從價值上來是比我強的 對方退了 哎呀對方退了 瘋主來了 來了一個瘋主 看一下對手的陣容 又是一個會賭三代 貌似他很悲劇 因為我的星空比較快 那就沒有得打了呀 你第一回合這個沒噴出來的話 後面是很難打的 看我能不能打斷到他的刷新吧 有沒有機會 打斷不到也 那也沒辦法 看看 哎吸了他的藍了 哎他可以刷新的呀 為什麼不刷新 哦 想到反正也沒有藍是不是 沒有藍了就不刷新了 可是你可以解那個三代的狀態啊 他下個回合一開始就可以 就可以噴了呀 哎呀 給三代再來一個後軸控 給三代再來一個後軸控 這個先攻快就是欺負人哪 是不是 這回刷新又刷新不到了 退了 今天好像還沒碰到什麼強力陣容呢 這個稍微強力一點 這個一定要注意打斷他的會賭三代 他肯定是加藍 然後你定他的會賭三代就可以了 不是他的活主 他活主沒有辦法定你的這個活主 如果定活主的話 就是很大的概率是定不住活主的 活主還是可以定身 他只不過是就變到別人身上去了 由於只有名人是狀態不免疫的 所以他就是傳過到別人身上 大概率又傳回給他 這個沒有他先攻快就只能讓他打 這個這個確實沒沒辦法 我們要忍耐 有時候確實是忍耐 然後我們後手控一下金色閃光 老爸不好意思 我讓你站在對面的 我這要 什麼 麻將無父子還是什麼賭場無父子 競技場無父子 這個老爺爺普攻了之後 我們給他來個後手控 這個 這個 這下應該就沒什麼好搞的了吧 然後 阿斯瑪奧義嗎 好的 奧義我就定你了 就不好意思了 還不退啊 這樣堅持下去有意義 好 好 看一下對方陣容 又是一個火主 好卡呀 什麼陣容啊 止水的陣容 開結界 好爽 偷的 頂他的火主 他完全沒有反應 好的 我在猜他的火主是什麼奧義 啊 止水 哇 哇 明神的分身還真能擋到我 不然被這個人打我還真夠嗆 謝謝明神 啊 分身真多 來吧 不要客氣了 奧義吧 哇 這是騙我奧義的 好吧 其實我也是騙你 你知道嗎 你奧義完了之後 敬反嗎 欸 敬反的真的好 我想 想什麼是什麼 來來來 在後手控下他的這個止水 火主到底是什麼奧義啊 沒放啊 啊 退了 好 我看一下啊 是一個水主 水主確實在競技場有點弱勢 他是大和的一號位 這是什麼自動啊 欸不對啊 自動都應該打右啊 還不是自動 這太不幸了 敬反到水主 然後 匯賭二代 又被後手控 一號位無奧義 三號位無奧義 對方已經不等我打了 都退了 好 對手 對方玩家 是新區的玩家 是 明人父子加神男 雷主的組合 這個組合 確實不太 不太好配合 除非你鮮明突破到 能解這個金色閃光的狀態 所以我一直就沒有定這個金色閃光 就是怕他有解狀態 等明人動過之後再定哪 再定哪 然後我們 這個結界可以開也可以不開 明人 其實我好像三號位比他快 算了 不定他了 這假假的我就認為我比他慢 開結界 沒什麼意義 開著玩了 本來說要後手控這個金子 對方已經退了 雖然今天沒有碰到非常強烈的隊伍 但是 其實有一些隊伍的強度是遠遠大於我的 但在這種情況下 有的時候我的先公也輸 也是能取得一些場次的勝利的 也不是完全的被虐 完全的打不了 所以大家要善用這個突破的人間道 這個是可以說是官方比較佛心 給我們平民忍者 一點點 就說能平衡的這個機會 給無客 玩家 一點點生存的希望 啊 也感謝大家的收看 我是青青 再見